李斯觉得他自己在给项目添加的readme.md 在我们的项目里面也可能会用到 那么因为李斯并不是我们的项目的一个贡献者 所以他不能直接把提交 push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这个时候李斯可以去做一个pull request 我们收到这个pull request以后 如果觉得合适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pull request合并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下面李斯要做一个pull request 打开他自己的一个远程版本库以后 然后点击右边栏上面的这个pull request 再点击newpull request 去新建一个pull request 在这里李斯可以选择要对比的一个版本库 还有分支 默认是来自网号8080这个用户的 母尾套和这个版本库的master这个分支 还有李斯8080的母尾套和这个版本库的master分支 点击edit 可以去编辑一下 在下面会给出这两个分支的一个区别 我们可以基于这个区别去创建一个pull request 点击这个createpull request 然后可以去设置一下这个请求的一个标题 还有一小段的一个评论 确认以后我们点击这个sendpull request 下面我们可以再回到网号8080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打开项目的页面 会收到李斯发过来的这个pull request 点击这个pull request 会显示出所有发过来的pull request 再打开李斯发过来的这个 然后点击commit 这样呢可以查看一下这个pull request里面包含的所有的提交 再打开这个files change的这个选项卡 你可以看到发生变化的文件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pull request 就可以点击这个mergepull request 把这个请求里面包含的提交 合并到我们的版本库里面 再点一下这个confirm merge 确认一下这次合并 合并以后呢会去做一次新的commit 然后再打开我们的项目的页面 那么你会看到最新的提交 就是刚才合并李斯发过来的那个pull request的这个提交